我们工程师没有能力把它从这样变为这样 还有一件事情台湾要从来不谈的 这一条就是县管和专台东县政府管 所以莫拉克过了三个月中央政府很高意识 三个月之内拨了26亿给台东县政府 但是忘了一件事情 台东县政府的水利科资有四个月 科长抱着26亿 他连照片文件都写不出来 我们那时候在工程会当助委 我在工程会当助委 我们工程会告诉他 你要是不把钱花掉就帮你移送把班 这个科长连天抱着钱在那边哭 他又不晓得该怎么办 我最后觉得说是下来不是乱法 我就去拜访台东的黄县长 告诉他 这一条河川不是离台东县政府 没有办法处理的 赶快丢给中央政府 最后是经济部水利处的第八河川 去进来才把问题解决掉 所以呢 我们台湾人要很严肃的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这么小的国家需要23个县市吗 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县市 每一个县市政府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吗 我告诉各位 除了几个少数几个老牌的之下市以外 大部分的县市政府根本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台湾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政府运作 当初很盲目的把省政府废掉以后 中央跟省跟地方的中间的这个gap一直没有护进 一直没有护进来 这才是我们最严肃的问题 可是这件事情的政治上非常敏感 几乎没有人愿意碰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台湾人不碰这件事情 我们永远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政府运作 这张图是我们的重建 这是古关道理 山德路99年段的04年修回来 15年段的06年修回来 每一次断掉死掉几个月 每一次需要花好几个亿 我们从民国90年到现在 我们的重建预算花掉了5000亿 这就是我们的重建 这条路你不需要想要很轻松 那不修就不修嘛 可是你不需要住在樊山跟宜山的人 你如何解决要有尽数问题 这是你们的一个同堂 新一乡神木村的龙华国秀 96年以前很漂亮 特别在峰回来 97年开回来 吉利平正回到了 2001年盖回来 2009年莫拉克毁掉了 2011年我们又把它给盖回来了 台湾人非常了不起 这是我们的任性 我用这张图来给我几个数字 特别台风两天1800毫米的降雨 每一千年才会发生一次 莫拉克三天3000毫米的降雨 每两千年才会发生一次 一个7.3级地震 每一百年才会发生一次 在这么短的时间同时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两亿分之一 比重的都还难的 这个学校很倒霉 全被他碰到了 史上这个学校是台湾的缩影 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一个两千年才会碰到的降雨 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一个7.3级地震 我们不能祈祷灾害不发生 但是我们要做到当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做好完全的准备 这才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态度 好了 好了